观众欢迎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动漫斗罗大陆是十分精彩的一部漫画 在这部漫画中,目前主角在不断的变强大 实力提升十分明显 不过就目前来说,唐三的实力并不足以被真正的强者忌惮 许多人忌惮唐三是因为他的父亲唐浩 唐浩目前乃是封号斗罗,被誉为号天斗罗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,他的等级在斗罗中并不算是很高 却被许多的斗罗畏惧不已,为何同样都是封号斗罗 这些斗罗们对于唐浩如此期待呢 在令魂巡逗中,三大封号斗罗联手 包括五魂殿、赵皇、千训级战队 三名95级封号斗罗围攻唐浩 结果刚刚突破90级的唐浩一己之力 虽然把他们都给击垮了 唐浩的战力实在是太过强悍了 这样的军人战绩,就算是整个大陆也找不到谁能够和他比肩了 这也难怪,其他封号斗罗听到唐浩的名字都怂了 当然,作为主角唐三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如此强大可怕 如果知道了,必然会以此为荣的罢 唐浩如此强大,就算是绝世斗罗也未必能够流出他 普通的封号斗罗和他有着巨大的差距 他实力已经达到了大陆的顶尖 不过他的敌人也很强大 所以他只能默默守护儿子唐三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咱们大家有一个小问题 你们知道唐三蓝银草的第五个红环叫什么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